那就是這樣子,你看 台北的人 你在台北開演唱會的話 高雄的人 南部的人覺得很遠 你怎麼不來高雄 但其實你知道嗎 台北到高雄是有多麼的近 我在台北開的時候 南部的人 只是可以上來的 你們可以上來的 那相對我來講 我如果在高雄開的話 台北也不要 也不要覺得 為什麼在高雄開 你就下去就好了 其實很近 在哪都一樣 除非我們要 去坐到飛機 海外的 或者是去哪個地方 那個才是 比較適合 在台灣 台灣那麼小 其實都等同於在同一個地方 你只要搭一個高鐵 只是說要不要住宿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如果在台北開演唱會 高雄的朋友也可以 盡量的來台北玩 那麼在高雄開演唱會 台北的朋友也可以盡量的往 南部走 對 不要說我在台北開 高雄就一直等著我什麼時候去高雄開 因為不一定會去高雄開 或者是說我去高雄開 台北就是有 那台北一定有 那我就先不去高雄 那也不一定 搞不好 我只是在高雄開 所以其實台灣就是這麼小 就去吧 好不好 不要等 所以既然 籃球場的距離 也是一樣的意思 我去了新生 如果離你家特別遠的話 也是可以去啊 對吧 我去南港 如果離你家很遠 你也是可以來啊 啊 單挑啊 對不對 小羽說他比 比較帥 你覺得哪個地方打球較好 我跟你講 明泉公園 這修建是我修建的 明泉公園的籃球場 整個翻修是我翻修的 你問我哪個修建好 當然是明泉公園 因為他目前來講最新 我是去年翻修的 那 明泉公園 他 他 算是 一個 明星公園 標的性的公園 就是 以籃球來講的話 他是比較 比較象徵性的公園 就好像 那個 美國的 那個什麼 什麼 我現在想不想 什麼什麼 就每一個區域他都會有一個 象徵性的 一個 專屬的場 籃球的場地 就那邊的人會特別強 所以 心聲是比較像是這個感覺 那明泉他就比較 明泉比較 明泉也不會太差 對 只是他比較多 來自那個附近的居民啊 附近的 的那個 住在附近的比較多 然後因為他 他離住宅也很近 所以他 很早就關 關 關燈了 十點就關燈 那心聲他是比較 比較晚 因為那邊是個 路口所以 車的流量也蠻大 那麼 也不會有所謂的 噪音的問題 所以 他那邊開比較晚 所以 黑人來了 黑哥 黑人哥 你要去打球嗎 你要打籃球嗎 你現在有空嗎 你兒子 兩個那麼 那麼 可愛 然後 你有空嗎 要嗎 如果要的話 你傳眼訊給我 我們可以去打 林俊傑沒跟你一起嗎 這一兄 這一兄我們那天 那個 那個 伊斗的時候遇到 聊了一下天 就 他那天看起來挺累的 他不在我這邊 他應該在忙吧 但我打籃球 我常常遇到街兄的 的一個 製作的 製作的同事 叫阿信 他是打網球的 然後常常 他在打籃球 但我常常在公園遇到他 因為他 他在打網球 那籃球場 那籃球場跟網球場 常常會連在一起 親身沒有 像 浴城公園 他就是 籃球場跟 網球場連在一起 然後 然後 民權公園也是 籃球場跟網球場 連在一起 很多都有 很多都是 這樣設計 黑人不打 在一起